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來自蘇州太湖之邊的鄭湖 我是一名普通刺繡的人 就是秀娘 今天我講的節目是《耳若盛開》 講起《耳若盛開》這個系列的作品 這麼一個節目還要從我2013年 到英國倫敦大學 參加一個國際性展覽 在那個展覽上我的一件作品 意味地被大英博物館永久性收藏 大家看到的這一幅 是我的一幅作品 能猜到它是畫還是照片 對 其實它是我做的一幅雙面秀 是在2008年到2010年的時候 快了三年時間完成的 當時這一幅作品 在冷凍大學展覽的時候 一月份開幕 那個大英博物館的主任就過來看 看了以後當時就很驚訝 他們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刺繡都是龍袍 文物 他說刺繡怎麼是這樣的 當時他可能已經在動腦筋了 後來三月份的時候 我去參加這個畢母試 畢母試的時候他就跟我 他不說 但是通過我們世界手工業理事會的主席 跟我說能否留下來 因為我沒有考慮過這幅作品會留在英國 當時覺得很驚訝 當他看我有一些 這種態度的時候 他就說了一句很著急的話 他說我能理解你現在的心情 我也生過小孩 他說你肯定是捨不得 但是你要相信 我們大英博物館已經是250 50多年的一個歷史 完全有這個能力來寶藏你這個作品 後來就真的是留在那兒 現在我手上都沒有了 只能看到照片 那麼今天給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是怎麼來 就是會有這樣的新的 這麼一個大家看來有點疑惑的 是作品是刺繡嗎 這麼一個的 那我們就是來看一下我是怎麼來觀的 因為年紀到了一定中年的時候 會經歷很多事情 會去想一些問題 就是大家都節奏那麼快 就忙忙碌碌的 究竟想去哪裡 我也是這樣想 究竟因為刺繡大家都知道 離不開畫 那當知識產權這麼一個畫 其實已經很普遍的時候 你隨隨便便拿別人的畫來繡 那肯定是屬於侵權的 那麼繡古代的人的畫呢 誰都能繡 人家一看就是一個古畫 古畫自繡 那究竟繡什麼呢 你怎麼繡 你的繡的內容從哪裡來 那個時候帶著這麼的困惑 我背起書包 踏上了去清華美院學習的路程 一去從2006年到2006年 就開始到現在 事實上還在學習 我真正的在清華大學學習的身份 是2007年到2008年 作為訪問學者 這麼一個身份去學習的 但是事實上我是從2006年參與 毛主席紀念堂的那個大型的一個 千米高 24米寬的那個熔鏽壁畫 祖國大地 現在大家到毛主席紀念堂去看 都能看到這部作品 我是當時的項目組成員 參與了這個作品以後 那麼就萌生了這個 我是否能夠真正地踏進這個學校 也能到裏面去吸收一些 幾支方面的營養 所以得到了我家庭的 我先生的支持 我就把自己的刺繡團隊 扔在珍湖 扔在蘇州 我自己一個人就飄在北京 這一飄就飄了三年 零六零七零八 我畢業 回來以後再回到蘇州 這樣的話 就整個的在清華美院裏面 頻繁地寄出了國際 國內 都是高層的學院的前沿的這些理念 所以我回來以後看 做刺繡 有一點想法了 因為當時我做的 我做的那個刺繡 是一個 我的畢業創作是一幅 用不是刺繡的材料來做的 不是絲線材料 做的是用麻 在家裏面寄來了麻繩 我自己做了一幅 用其他方法來做的一個作品 因為老師需要我做一幅 大型的參加國際展覽的這個作品 還有呢 做國際國內的禮品要做十個 所以每天苦思冥想 在那做什麼呢 做什麼呢 就是在各個角落裏面 在圖書館 在我們的清華園裏面 這樣後來就找到了一種感覺 我應該先去看 我要走進自然 我要到大自然中去學習 大自然中 有我們起之不盡的素材 這裡的好多這樣的 因為我繡荷花已經將近二十多年了 那個時候繡荷花可能都是別人的畫 有張大千的畫 荷花 瞿白石的畫荷花 古人的畫荷花都有 後來就自己拿著自己的相機 拿著自己的書寫本 經常在清華園的池塘邊 還有儀和園的 還有圓明園的 都會去看 回到正湖一看 太湖邊的荷塘跟它的品種完全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我做的刺繡裏面就會 就是完全的 就是去這樣的觀察 觀察以後再去這樣的思考 慢慢地就形成了我現在的這樣的一個作品 剛才從發芽到後來的開放 到後來的這個接連棚 到後來又回歸 渲染之後的年靜 可以想 又去想 看了 想了 想到了可以具象 也可以抽象 你可以是幻象 你可以是宏觀 你可以是宏觀 你可以是主觀 也可以是客觀 那歸根基底 我還是要把它回歸到我的秀上面來 這張照片是我媽媽 我媽媽今年七十八歲 如果你現在到秀品街上去 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她每天在我的工作室的一個展廳的 大櫥窗裡邊 她就是個母特兒 很多人走過我的那個櫥窗 都會驻足 看到有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在那一陣上一陣下 那麼淡定 那麼悠閒 那我通過這種學習 我的刺繡的方法 就是用了很多 有專門是借底料的這種 留白的 製白到黑的 這麼一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 我們珍世的這個面料 它非常像 空翅 非常像水 我們的傳世線 它是 任何光線下都會發光的 我稍微賺動一下 我這個刺繡 大家都能看到 這個刺繡會發光吧 發光了嗎 發了 它會 在各種角度都會發光 這是繡的花 這是繡的蓮蓬 所以說刺繡的本體語言 要抓住 因為你對材料的研究 你對這個 就是這個自己表達的思想 還有它的一種工藝的真法 能夠把它該發光的地方 發光 不想發光的地方 不發光 讓它有資理的地方 有資理 這樣可能抓住了刺繡的本體 那麼它有 跟繪畫有區別 它就有自己的本體 有了自己的本體 它才有存在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 冰天雪地裡的一張荷葉 那麼我要想的 講的一個 繡的一個 後來的一個 繡好了一個拓展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這個 就是說我們通常的刺繡 都是由玻璃跟鏡框來裝著的 玻璃跟鏡框裝著可以防灰塵 也可以防那個潮濕 不會弄髒 怕刮 但是你要拿到國外去參展啊 這個展覽的時候 或者要運輸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累 而且有玻璃的以後 它會有反光 它會 你想去看得清楚一點 它會隔閡 就是你沒法真正地看清楚 或者你看進去 所以我一直回來以後 一直想 我的刺繡能否不要玻璃跟不要框子 也不要那種繁蠱的那種 裝飾的卡紙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有一天偶爾的發現了 這樣的一種木條子 居然也可以把我的刺繡的 那個真絲銷能夠崩平 崩平了以後呢 又覺得這個沒有玻璃擋著 大家都覺得捨不得啊 萬一潮濕了發霉了怎麼辦 所以就把我在參與 毛主席紀念堂的那個 大型龍修壁畫上面 當時是國家科技院 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發明 就是納米材料 把它應用到了這個刺繡上面去 通過回來了 08年回來以後 到現在的一個 一直在實施 在實驗 摸索出了一套辦法 那麼這個已經有了 這樣可以防潮 防霉 防灰塵的 灰塵上去吹掉就行了 它不會沾進去 水的話 潮濕的話 它也不會滲透進去 也不會導致發霉 那大家不相信 我大給 不相信它可以防塵防水吧 我做一個實驗啊 這是一滴水 在這個刺繡上面 我稍微折過來一點 它就會倒掉 它不會漏下去 也不會滲進去 所以刺繡可以這樣的話 就把我們這個 所有的刺繡人的這個 一直很干擾我們這個 展成的這種方式啊 做了一種改變 刺繡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還有呢 我還有一個想法呢 刺繡能否讓現在的年輕人 更加能夠接受 刺繡它太高大 太太 就是讓人覺得 哎呀這個我買不吃 那個我也買不吃 但這個呢 其實是我跟我的小伙伴們 研究的一個 迷你型的繡花盒 它裏邊是一個奔架 這個奔架它是可以 重複利用的 以前我做過一個繡花包 是像這樣的 就是把一塊料子 繃在這個上面 叫奔框 都申請了專利了啊 這一個奔框 就是都是這樣固定的 固定的呢 你繡完了這個 就沒法動了是吧 後來我就覺得 我們應該讓大家 能夠又塞在自己的 那個大塊包裏邊 又能夠 隨時隨地拿出來 像十字繡一樣的繡幾針 那麼又可以 修好了 如果說 我就在這個奔架上 給我的 送給我的老師 或者送給我的媽媽 那我就修 他祝壽 顧生日 我都可以寫上我的內容 修上指針 那麼如果說 這樣的話 不會裝表啊 那就在這個奔架上也行 你就買一個這個奔架就行了 那這個奔架 怎麼給它增藏呢 我們就研究了 這樣一個小支架 這樣一放 它就變成了一個 新的一種展成的方式 這樣 放在這個台子上 桌子上 它都可以 讓你就是很 很從容的 就送給別人一個禮物 不像吃的煙跟酒啊什麼的 當然這個修花盒裡面 那邊還有這樣的 就是 像一條小魚 又把它 就是一個繞線板嘛 把七彩絲線繞上去 如果我裡面的內容是 一朵花 那我就配一些花的線 單色的也行 那如果說是一隻鳥 我可以配個鳥 如果你花跟鳥都要 我都給你配上 行 行吧 秀的時候都可以這樣 掛著 那麼所以我想說 刺繡 他離我們遠嗎 其實 刺繡在我們書桌來說 書桌話怎麼說 這裡有書桌的人啊 秀花 西湖 做三碗 做三碗 做生活 刺繡就是生活 刺繡就是青春 回到剛才大英博物館收藏的 大英博物館收藏的那幅 和韵的這幅作品 我認為 如果 我們做一個秀家 把自己的情感 把自己的思想 表達 就是融在了一幅作品裡邊 那幅刺繡是有生命的 誰 就是大英博物館收藏的 是我的一段青春 是不是 誰收藏 誰擁有 誰的那一幅刺繡 就擁有了那一個繡娘的一段青春 大家認為 可以這麼說嗎 刺繡 人啊不顧百歲 都要離開這個世界 但是 如果你留下了你自己 真正的 有思想內涵的作品 它是有生命的 那個作品是不朽的 謝謝 謝謝